好 昨天下午在新北市戏指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有一名连接车的驾驶呢 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啊 一丝车速太快了 加上他后车厢这个车货物呢 是没有捆绑好的 导致车上一整排的水泥沙包是掉落喷飞 还砸中一旁正在等红灯的女骑士 索性人送医之后是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和清洁队是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把这个道路给清理完毕 路口车来车往这是一辆连接车转弯进入上坡路段 没想到悲剧发生 车上一整排水泥沙包全被甩落 瞬间成土飞扬 一旁停等红灯的机车气势 根本来不及躲开无辜惨遭波及 水泥沙包掉落路中央 整条薄油路面被褐色沙土覆盖 现场一片狼藉 远近货包也火速赶到现场处理 时间回到18路段 可以看到这里车流量并不小 当时水泥沙包撒满整条上坡路段 一度造成交通打劫 清洁对话了一个多小时 才将现场恢复原状 经常从来不塞过 很少看到塞车 我以为是红绿灯坏掉 赤拉地点就在新北汐止区 系万路一段与康宁街口 二十六日下午三点 陈信驾驶开着连接车 沿系万路一段 右转康宁街上坡时 一次车速过快 加上没有捆绑固定号 导致十几代水泥沙包硬生生掉落喷飞 还扎送一旁正在停等红灯的灵性女骑士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对连接车驾驶开罚 最高可处新台币一万八千元罚还 并吊扣驾照一年 沙包掉落污染路面 清洁队也依废弃物清理法 现场告发并责令改善 作息受伤女骑士送医后无生命危险 但好好停在路边却被沙包砸中 恐怕人心有余悸 解零问无上信息没参照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